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那最近呢,我看了洪律师的这个直播啊 他里面就有讲,柔佛双补选呢 西门国阵其实是属于产胜的这一个状态的 那我非常的好奇啊,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到底是不是产胜呢 于是呢,我就自己找了一些数据来做一些分析 那今天就来带大家看这个柔佛双补选的数据分析 当然要先讲一下,这个数据呢不是很全面的 因为有很多的数据其实是还没有出炉 比如讲这一个各族的投票率啊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细节其实是还没有出来的 我们目前呢只能够根据这个投票率 还有一些这个得票数来做分析啊 所以不能够说完全的准确 那要等准确的消息出来呢 需要等这个选拟会公布 然后还要买的 过后有机会我们再做一期更详细的分析给大家吧 OK,那首先呢 我觉得今天的视频呢 我总结了三个要点啊 先讲这三个要点 然后再展开我的分析 第一就是在柔佛 土团党其实比伊党更加可怕 OK,这是我的第一点啊 我的观察 然后第二点呢 是直接拿1119的普赖得票率 对比现在的补选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 然后第三点就是投票率低啊 不一定只是西蒙支持者不出来投票哦 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这三个 这个结论啊 OK,结论先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马上来看数据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看312柔佛周选啊 在上一次的312柔佛周选呢 Simpang Joram的这一个周期的 他的投票率是53.4% 合格选民是4万个合格选民 然后你看他的这一个选区分布 或者讲这个选民结构 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混合区啦 54%的马来选民 43%的华裔选民 3%的印语选民 还有1%的其他选民 然后当时候呢 这一个Amana 他是以8749张票呢 赢下这一个Simpang Joram的 当时候是萨拉侯丁 赢下这一个席位的嘛 他的得票率是21.86% OK,这个21.86%是怎么算出来的 为什么这个要解释很清楚 因为一般上我们在这个选委会 或者是一些媒体上面看到的得票率 他的这一个算法是 他拿当天就是你得到的这个票数啊 处于总合格选民 OK,就是4万个合格选民 不管他也没有来投票 他都会就是除这一个数字 就是除4万啊 然后得出21.86% 所以这21.86%是怎样得出来的 是拿8749除以4万个合格选民 但是来投票的只有一半啊 53%啊 所以我们要看了 除了得票率之外呢 还要去对比他的实际得票率 什么叫实际得票率呢 这个是我自己算出来的东西啦 这个实际得票率就是 我们把当天有来投票的这些选民呢 全部加在一起 然后看各政党得到的票数 除以当天有来投票的这些选民 就能够得到这个实际投票率 所以你看啊 虽然这一个官方的得票率 阿玛纳是只有21.86% 可是实际上来讲呢 有来投票的这些选民呢 十个里面有四个是投给阿玛纳的 所以他有这个40.95%的实际得票率 然后伊斯兰党有6350票 他的实际得票率是29% OK 那巫统呢是28.37% 那本状啊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啦 不到1% OK 那我们要来对比的是什么 对比的是这一个910柔佛补选 OK Simbang Jernam的这一个 Simbang Jernam的这一个投票率 比起这一个312的这一个柔佛州选 投票其实是高了的 你看啊是60.85% 刚刚我们讲这一个312柔佛州选 只有53.48% 合格选民的数字 基本上是没有差太多的 因为没有实际的这个数字 所以我就用回这个312的时期的 这个数据啦 OK 你可以看啊 这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重点是实际的得票率 OK 实际的得票率 Amanda有56.86% 然后伊斯兰党是42.43% 然后这个独立人士是1.2% OK 你了解了这个过后 我们马上进入一个对比 OK 你看Simbang Jernam 312柔佛州选的时候 阿曼娜 曾经党获得的这一个实际投票率 OK 40.95% 910的时候 就是前两天 他的这个实际得票率是56.86% 然后他增加的这一个得票 这个得票率是15.91% 伊斯兰党是从29.72%上升到42.43% 他上升了多少 上升了12.71% OK 然后巫统在312柔佛州选的时候 他的得票 实际的得票率是28.37% 那这一次910他没有参加吗 所以当时候 巫统是28.37% 你可以看到阿曼娜加帕斯 在910的这一个柔佛补选 他们所增加的这一个得票率 28.62% 其实跟这个巫统在312柔佛的时候 28.37%的这一个得票 实际的得票率是很接近的 所以换句话来讲 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来讲就是 我个人推断是这个巫统的票 在Simbang Jernam的这一个选须里面 算是挺平均分了 给这个西盟 还有这个国盟伊斯兰党的 OK 那分多少呢 我们用一个最极端的算法了 OK 最极端的算法就是 巫统的这个在312的 这个28.37%的选民 全部都有出来投票 那如果是按照这一个比例来分的话呢 OK 55.6%的这个马来票去了西盟 然后另外44.4%去了国盟伊斯兰党 OK 那这一个情况 其实看你怎么判断算不算产生 我个人觉得其实不算产生 为什么这样子讲 你要知道 这个是在阿玛扎希的case被DNAA了 过后都还有超过一半的这一个马来票 去了西盟 我原本以为这个数字会更加的低的 可是没有 OK 这个就是这个选举奇妙之初了 然后往下我们继续看 这个普莱全国大选1119 那当时候的这个投票率是71% 那合格选民呢 是165,313 然后它也是一个混合取来的 跟新帮Jeram其实挺像的 只不过新帮Jeram有更多的这个马来选票 然后阿玛娜当时候的这个得票是64,900张票 然后巫统是31726 民政党是2677张票 然后他们的这个实际得票率 我们看实际得票率就好了 因为得票率其实 其实你单看得票率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准 那这个实际的得票率就是 有来投票的选民 我们看他多少%投了给这个 澄清党 那是在1119的时候 是55.29%投了给澄清党 27.03%投了给巫统 那17.62%投了给民政党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910的柔佛补选 柔佛补选呢 投票率从71%跌到变成47.33% 跌很多跌了20多% 然后这一个澄清党的实际得票率 是60.71% 然后Bersatu是37.88% 独立人是0.67% 这里你看到关键了 当时候在这个1119大选的时候 是民政党来上证这一个普莱国席 OK 那17.62% 然后现在是Bersatu 就是普莱补选的时候是Bersatu在打这一席 然后这个1119全国大选的时候是民政党在打这一个席位 这个数据是来自这个新州日报 OK 就是这个 来自新州日报的数据来的 OK 那 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够拿民政党来跟这一个土团党来比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的 OK 为什么 因为民政党拿的票比土团党少 那是必然的事情来的 对不对 那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往下我们就看 要对比这个312柔佛选举 跟910的这个柔佛补选 实际的票到底涨了多少 你看啊 这个Amana是从55.29% 上升到61.71% 他增加了6.42%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得票了 然后PN Bersad II从17.62 注意啊 这个是民政党的17.62 上升到37.88% 涨了20.27% 然后巫统 当时候在312柔佛周选 他在扑赖的这个国席 他的实际得票是27.03% OK 那 所以你看啊 对比起这个Amana 还有这一个Bersad II 在这一次910柔佛补选 他们的这一个6.42再加20.27% 其实就是26.68 跟这一个巫统在312柔佛周选的时候 其实是很接近的 27.03跟26.68的对比 其实就差了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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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罢了 OK 那实际上来讲呢 如果我们极短一点算 就是假设巫统的这个27.03% 在312有出来投票的 全部在这个910柔佛补选 也有出来啦 然后他们平均的 这个分票分到给这一个西蒙跟国盟的 这个是多少呢 是24.04% 以及75.96 就是24%的这个选票去了西蒙 75.96%的票去了国盟 那为什么我刚刚第二个论点 就是我第二个总结 我讲你不能够直接拿普莱 的这一个补选跟1119 直接做对比 没有意义的 因为在1119的时候 上阵普莱的这一个国会议席 是民政党 现在上阵普莱 补选的这一个 Candidate 这一个Chalon 是土团党的人 所以他们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民政党他拿的票本来就少 然后这一个土团党 他又被视为是巫统分裂出来一个 在马来社群的任职里面 是相对比较清廉的这一个政党 相对 所以就是你单看这一个数字 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夸张 但是为什么没有完全没有对比性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 1119上阵的是民政党 然后这一个普莱补选上阵的是土团党 OK 那普莱补选投票率很低的可能性 OK 很多人都讲 都是因为这个 阿玛扎希的这个案件被DNA 你看 所以西蒙的这个支持者 全部不出来投票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 OK 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可能性 扎希的47个案件被DNA 就是释放不等于无罪 的确会造成很多中间选民 还有华裔选民 失望不出来投票 有这个可能性 有我们就讲有 可是还有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扑赖太过靠近新加坡了 然后在新加坡工作的有子选择 不回来投票 这是不是一个可能性 这肯定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你可以直接讲 这个扑赖在新加坡工作的这些选民 是因为扎希的案件失望 所以他选择不要回来投票 可不可能 有可能 但是有没有可能 纯粹是 他工作就请不到假 或者是讲 他觉得不值得请这一个假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理由 不能够回来投票 毕竟这是一个补选 他不是全国大选 你不能够就是期待 他会有全国大选的70%的投票率 所以他有这两个可能性 那这个至于是哪一个可能性 大家可以评论一下 在这个评论区 你觉得是因为扎希案件比较多的因素 导致一个普来普选投票率很低 你可以写111 那如果你觉得是游子在新加坡 没有办法回来投票 不是他不想回来 是他没有办法回来 你可以打222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到底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今天的总结是什么呢 今天的总结就是 这三个在柔佛 土团党比伊党更可怕 因为土团党能够分到 这一个巫统的票是分更多的 这个伊斯兰党 它顶多就是四成左右 最多就是四成 刚刚在新邦居来的那一个 数据里面我展示了给大家看 那第二个就是 这件1119的普来得票率 对比现在的补选没有意义 因为那是民政党上阵的1119 那在普来补选 是由伯萨杜土团党上阵的 这是第二个理由 那第三个就是 第三个重点就是 投票率低 不一定只是西蒙的支持者 不出来投票 OK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啊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新邦扎 还是这一个普来 其实国政巫统的票是 能够完全的被分配到 这个西蒙 还有这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国盟那边去的 换句话来讲是 在能够那么平均的分配到 去给西蒙 还有国盟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 三方的支持者 都有不出来投票的 这个倾向 否则不会那么平均的分过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会那么刚好 就是这个阿玛娜 还有这个国盟的 那个相应增加的 那个得票率 就直接等于是 312 柔佛大选 柔佛周选 还有这个1119 柔佛的 这个扑赖国席的 那个巫统得票率 刚刚好一模一样 你看28.37 对28.62 很接近了 然后这个扑赖 也是27.03 对26.68 太接近了 所以按照这一个情况来讲 我觉得 我个人的推论 OK这个只是推论 就是西盟 国盟 还有这一个巫统 各方的这一个 支持者 出来投票的 这个医院 都有在检低 不只是单方面 西盟的这个投票率检低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那么 就是那么平均的 就是巫统的票 能够真的 分 就是你看 就是27.03 对26.68 他不会那么均匀的 分了过去的 OK这个就是 我的这一个推论 希望大家 能够 借着这一个机会 更加了解 这个柔佛双普选 那看完这些数据 到底西盟国 正在柔佛双普选 算不算是产胜呢 我个人觉得是 肯定不算 但是他绝对 也没有像媒体 吹捧的那样 有所谓的大胜 绝对没有大胜 我觉得他最多就是 小胜 赢一点点罢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伊斯兰党 所谓真正的这个 绿巢啊 我们讲绿巢 都是在形容伊斯兰党嘛 土团党只是一个 陪衬来的嘛 OK 那绿巢 伊斯兰党在柔佛 他没有办法 有进一步的斩获 OK 伊斯兰党在柔佛 我觉得他顶多啦 在这个马来选票上面 就是只有最多四成 最多四十巴仙 那在混合选区 可能最多就三成 两成半左右 那这一次是 大概是三十巴仙 那五十 超过五成的 这个马来选民 在先帮球让 他没有办法 有进一步的突破 那这是第一个 值得庆幸的事情 因为在印马当先的 这一个政策里面 你赢一票就是赢 那伊斯兰党没有办法 插旗就是一件 值得高兴的事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 这一个 普团党在柔佛 有没有办法 进一步的做大呢 这是一个问号来的 普团党目前 有两个国会一席 在柔佛 OK 那你拿1119 跟这一次的补选来 直接对比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Gracan 上阵了1119的 这个普莱选举 民政党上阵的 这一次的这个 周选 这个sorry 这个补选 是由 普团党上阵的 所以他们没有可比性 那就算普团党 有进一步 壮大的可能性 他能够壮大多少 到现在为止 也是一个大问号 而且 随着时间的 这个流逝 两三年后 这个柔佛的 这个周选 土团党 国门还有没有 这么多资源 来打这个选战 这也是一个大问号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现在 没有办法赢啊 他接下来 应该也非常难赢 因此他是一个小胜 但是 绿朝 是的确有 增加了 那么一点点 在柔佛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 像这个 所谓的 圣美兰 或者是像这个 雪兰儿那样 有同样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觉得 他不算产胜的原因 因为之前我们定义 西门国阵产胜 是因为 雪兰儿 还有这个 圣美兰 有被进一步的突破 那这一次 柔佛应该没有 因此我觉得 不算产胜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